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那么在这个面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一个closed path 这是跟Y轴平行的 写错了 这个是X X,Y,Z就要朝这一边 Z朝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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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现在 我们知道 在这个界面就是 上面跟 这个面就是界面 它把下面 假定下面是一个界子 上面是一个界子 或者是同一个界子都没有关系 不过它这里是有 电流密度的 好 在 这个界面的地方呢 我们知道它的 电流密度啊 是个常数 但是它的方向是 Z轴的方向 这个是 这个是 电流密度 好 那么就在这个地方呢 它的 向量位A 向量位A 因为向量位A始终跟 电流密度是 同一个方向嘛 我们假定它的大小是A 方向呢 跟这个一样 那就是这个了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在这个地方 A跟 A 我们知道是这个方向 那么它的B场呢 B场 Curl A 那我们就把这个展开 用D卡坐标 用D卡坐标 这是Parsure Parsure X Parsure Parsure Y Parsure Parsure Z 然后这个A 因为A它只有Z的方向 相当为A 那么这两个 Component都是0 所以它就是 等于A A就是AZ的 大小 好 我们把这个行列是 展开看看 展开以后呢 它就是等于X Parsure A Over Parture Y 减掉Y Parsure A Over Parture X 好 那么 这个是 这个展开 那根据 那根据这个磁场 它是个向量 我们把它分成 垂直分量跟平行分量 就是 法线分量跟切线分量 法线分量跟Y轴上的分量 好 这样子 好 因为这两个相量相等 所以每一个分量的 每一个分量要相等 因此 因此我们从这个 就可以知道 垂直分量 等于 Parture A Over Parture Y 切线分量 切线分量 就是负的 Parsure A OVER Parture X 在界面上面 界面上的这个磁场 它有两个分量 是这个分量 好 现在我们 我们前面有证明过 磁场在界面的 连续条件 面上面的 发线分量 要等于 面 上面的 发线分量 下面的 发线分量 这我们前面是 把这个当做 equation A 对不对 那么还有就是 B Above 平行分量 减掉B Below 平行分量 等于 μ0k 所以 这个我们前面是用 B B式来表示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可以把 这个 这个式子 平行分量 平行分量是什么 Parture A OVER Parture X 所以从这个式子 我们就知道 负的 因为它是负的 等于负的 负的 Parture A Above Over Parture X 减掉一个负的 剪掉一个负的 Parture A Below Parture X 好 这个要等于 Mu0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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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对这个式子 那它就 可以写成 Above 法线分量 Parture Y 减掉 Parture A Below 根据 A B 两个式子 我们可以把这个 写成这样子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两个 合并 这两个式子合并 以上二式 合并成一个式子 这一个式子呢 它就是 整个向量 法线 的方向 减掉 向量 这个 Normal Direction 就是在 在这个方向 就是在这个方向 这个是界面 所以我们可以把 Normal Direction YZ Normal Direction 就是这个方向 Normal Direction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样子 那你看如果 你把这个分成 垂直分量 跟平行分量 垂直分量 平行分量 跟K的 这个K就是K K就只有这个 Z的方向 那么 那么 这个 就是Mu0K 如果是 垂直的分量呢 那就 就是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要 Above Above 它对这个 为分 等于0 等于0 因为 它没有K的方向 K只有Z方向 而那个 在垂直分量 这个没有垂直分量 因此就自然的 含有这个 第二个 含有这个 式子 所以我们可以 合并成为那个式子 那么 这个是 以上 就是介绍的 向量位A 的界面 连续 连续 方向 好 现在我们 要 介绍的就是 向量位 我们现在介绍 向量位 多极的展开式 多极的展开式 我们以前 讲过 纯量位 电 电位的多极展开式 现在我们看 这个 磁向量位 的多极展开式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看一个 我们看一个 线圈 这个上面呢 有电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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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这个电流啊 它就会在空间产生向量位 产生词向量位 比如说我们现在要问 我们现在要问 假如我把参考点取在这里 要问这一点产生的词向量位是什么 因为我们都知道 我们要求的这一点 我们就用R vector 那么因为A它是跟 它的计分是 它的计分是这样子 4π分之μ0i 乘上 我们先把它写出来 R分之1 DL part 你把这i写进去也可以 因为它整个电流是一样的 在某一瞬间都一样的了 所以你要取一个什么呢 在这里取一个 DL 在有电流的地方 取一个DL 因为它是 这个地方是在圆区 Source Region 所以我们加一个Prime 那么从参考位置到Source Region的这个位置 我们是用R Prime 于是从这里到A点 这个就是用R来表示 这个相当就是用R来表示 它是等于这个 那现在我们把这个R 这个R 是跟这两个有关系 那么假如 另一个叫做Theta Prime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R呢 R分之1啊 就写成 跟R跟Rprime有关系的 用余旋定律把它表示出来 那么 R分之1 那么R呢 它是等于这个 余旋定律 R平方 加Rprime平方 Rprime cos Theta Prime 分之1 OK 好 像这个 这个展开式啊 我们以前学过 就是说当这个位置啊 相当远的时候 这个位置相当远 相当远的话呢 它比这个要大的很多啊 R呢 要远大于啊 R 远大于Rprime 那当然 这个也远大于Rprime 也远大于Rprime 那么我们在 电位的时候 我们展开过 它是等于这个 我们就不再去展开了 不再去计算了 它就可以写成 R R分之Rprime N次方 这个是 Legenda Polynomial Legenda Polynomial 这个我们可以展开 变成这个 那现在把这个式子 带入我们 写这个第一式好了 把它带入第一式 带入equation1 我们得 这可以 我们把这个 这多项式带进去 它就是等于4π muling i Formation N等于0 到Infinity 我们用这个R 我们用这个R N次方 然后1 N Cosin Theta DL 我们现在 把这个都展开 N等于0 N等于1 N等于2 N等于3 把它分开来写 R就等于 4π 分之 muling i N等于0的时候 N等于0的时候 就是R分之1 这个0 0次方就是1 这个0 就是1 所以它就变成 所以它就变成 这个也是1 这个也是1 所以它就变成 DL' 这个向量的 封闭路径积分 然后再加上 R平方分之1 现在N等于2 N等于1 N等于1 就是R的平方 分之1 那这个就是R Prom N等于1 就是R Prom 然后这个N等于1 就是Cosin Theta Prom 乘上DL Prom 好 这个是 这是单极项 这是偶极项 然后再加上4极 N等于2的时候 N等于2的时候 3次方 那就是R Prom 的平方 然后这个里头就变成 2分之3 Cosin 平方C的Prom 减2分之1 DL Prom 好 再加上其他的项 我就不写了 这就是它的展开式 OK 好 那这个展开式 每一项呢 都是代表一种 一种 这个装置 比如说 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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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称为电单极项 电单极项 Monopole Term Monopole Term 第二项呢 称为电双极项 我就写双极项就好了 就是Dipo Dipo Term Dipo Term 第三项 这里 奇怪 多写了一个 写错了 耶 应该就是这个 嗯 R平方 对不对 就是这个 我多写了一个 谢谢 Dipo Term 第三项 称为四极项 Dipo Term 从这里头 我们看到 这一项是零 这一项是零 电单极项 永远为零 这为什么是零 为什么是零 为什么是零 这个DL是什么 路律上的 切线方向的 激速 对不对 激速向量 你绕一圈的话 就是好像你一个向量 绕一圈 它核向量等于多少 零嘛 等于零嘛 所以我们说 第一项 我们说单极项 永远为零 永远是零 永远是零 为什么呢 因为 这个向量和 等于零 向量和等于零 那这个物理意义是什么 就是说 词极 没有单极 词 没有单极 这显示 稍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没有词单极的存在 因为没有词单极 你看这个极 它产生的向量位 这是跟R的1次方乘反比 就是说你越远的话 这个越小 这个就跟R的平方乘反比 同样你距离增加一倍 距离增加一倍 这个是单极 如果不等于零的话 它是衰减成为原来的一半 对不对 这个只有原来的四分之一 就衰减得很厉害 那这个更厉害了 衰减得更厉害了 因此这个没有 于是这个就变成主要的 我们讲电位的时候 这个是主要 这个次要 再来就越来越不重要 现在呢 没有这一项就是这个 这个就变成主要的 这个变成主要 所以我们说AR 什么 这个 我写错了 词单几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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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老是 现在老是出错 大概 这个脑筋快要报销了 我们知道AR 而之多几 展开四周 单几项 其不存在 偶尽项 变成为主要的成分 所以词来说呢 偶极 就是它的词项量位 偶极项是 是一个主要的 主要的一个项 再来就是四级 四级又 又 又衰减得更快 好 现在我们 要把这个 偶极项拿出来看 我们把这一项 拿出来看 这一项拿出来看 Diple Diple Term 它是等于 4π μ0i 然后这里有个 R平方 Rprong Cosine Theta Cosine Theta Prom DL Prom 是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 Cosine Theta Prom Cosine Theta Prom 刚刚是这样子 这个是R 这个是到R Prom 就是我们讲的 DL 这个地方 这个当中是 Theta Prom 那么 我们知道 这个方向 有一个单位向量 是这个 这个单位向量 是 这是R Prom R Prom 你看 R Univetal Dot R Prom Univetal 这个等于什么 一乘一 乘上夹角的 余弦函数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 Cosine 这就等于Cosine Theta Prom 于是 我们就可以把 把这个 这个 这个就写成 Cosine 如果你把这个东西 用R来表示 R.R Univetal Prom 就变成R 的大小 乘上E 乘上 余弦 Theta Prom 的余弦函数 这就 我们用这个 不是 我们 这个是R乘 R.Prom OK R.Prom 没错 R R乘上 Cosine R.P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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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我们就把 这一项 我们把它写成这样子 好 这个 就写成 R.Prom 乘上 这是R.Prom 乘Cosine R.Prom 乘Cosine 你可以 这是R.Prom R.Prom 那我们就把这个改成这样子 R.Univector Dot R.Prom 这就等于R.Prom Cosine Cosine Prom 我们根据它 好 这个就可以写成 这两个顺序颠倒 没关系 R.Prom Dot R.Univector R.Univector 然后呢 乘上 D.L 可以写成这样子 好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 我们来看单单这个积分 因为 这个积分 我们可以把这个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可以化成这个 为什么可以化成这个呢 我们 我们底下有证明 我先把这个写出来 它可以写成这样子 你这里看不出来 因为它要证明很长 证明相当长 好 那我们又可以把这个式子 这两个 次序颠倒 这个负号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 D.L.A.Prom CrossR.Univector 这个我们等等证明 我先写出来 因为它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把这个 带回这个式子 我们就得 所以A 大一头 要等于四拍 分之μ0 这里我们可以写成 R平方 我们写到这里 我们可以写成 I把它写进来 D.L.A.Prom CrossR.Univector 现在这个 就是什么东西呢 四拍分之μ0 这个 是什么 它就是 Magnetic dipole moment 这个 等于这个 我们上次讲过 它可以等于什么 N.I.A A就是面积 N.I.A 这是面积向量 如果你这整个的I 都一样的话 你I拿出来 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就是 整个的面积 整个的面积向量 所以说 这个就是 Magnetic dipole moment over R square 所以这个可以写成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证明一下 你要这个等于这个 带进去才有这个结果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来证明 我们现在证明这个 证明这个 我们有 Stock's theorem Stock's theorem Stock's theorem 就是说 有一个项量 这达pr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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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的 DAprime 这个量 的curl 它的面积分 我们可以写成 这个向量 向量A 的封闭路径积分 这是 Stock's theorem 那现在我们就 另 这个 在这里头 A是任意的一个向量 它并不是代表 词向量位 不是 我们 另 A 这个任意的向量 它是等于 一个任意的存量 乘上一个 一个向量 这个向量的大小是 常数 注意 这个C 等于C C等于Constant C等于Constant OK 好 那么 我们现在在 由 这个向量 横等式 就是 就是Curl A Curl A 那它就是 等于 F C 我们把这个 向量横等式 可以写成 这两项 F 乘上 F 橙上 Curl C 这个我们可以展开变成这个东西 这个等于零 这个是零 为什么 为什么这项等于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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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C是什么 没有打Prime 对不对 C没有Prime 它是跟R有关 而这个仅仅对RPrime来做微分的 所以它里头没有含有RPrime 所以这个Cross 因为它有微分的特性 就是零了 就变成这个了 于是它就变成 Fu C C Cross Reading F 好 好 那么 这个就是A了 这个其实就是 Cross Cross 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把它带到这个式子里面去 Prime 没看到 很好 这也要 也要 Gradient Prime 写开一点 不错 不错哈 你们一边抄一边 一边在思考 很好 Dot D A Prime 就是我们原来这个 那现在呢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这个 C Cross Gradient Prime F Dot Dot D A Prime Dot D A Prime 这个 等一等哈 这个还 少了一个括弧 一个括弧 好 现在 嗯 我们现在把这个 把它 再 再 再画一 再进一步的 画一下 它就等于 嗯 这个哈 因为 这个东西啊 我们干脆再写一哈 再写一哈 又 因 由 Stock's Theorem Dot Dot D A Prime 这个 要等于什么 要等于 不是 这个 这个没有这个东西 这个 这个 没有这个哈 这个 这个 有 D A 这是D L 写错了 D L D L Prime 好 你看 它等于这个 它又要等于这个 它又要等于这个 等于这个 那 呃 于是 啊 我们就把这个呢 这个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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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F.CF.CF.D.A. 我先把它写出来 CF.CF.D.A. CF.D.A. 这个式子 我们很等式 这个可以把它画成 C.Dot. 这个可以画成这个 这是很等 很等 好 于是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把 这个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C 这个式子 就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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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 这个写成 负的 这个代入好了 所以这个牵扯的太多 我们算A式好了 A式 带入A式 跟这个B式 A式 还有这个 A式跟B式 两个 你看这个 它又是这个 这个可以写成这样子 然后它又是这个东西 我们就这样子 所以我们就有 C.GradientPromptF CrossD.A 要等于这一边 C.F D.L.Prompt 好 因为这两个 我们再看看 这两个 七分里面 这个C是一个Constant C都是一样的 跟你这个面 这个D.L.Prompt 都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把C 把它 把它削掉 于是 我们这个就可以 化成 要等于 这个有一个 Closed F F D.L.Prompt 有这样的一个式子 有这样的一个式子 好 我们这个 先摆在这里 先摆在这里 那么我们现在 因为我们刚才说 这个F是什么 是任意的一个存量 F是任意存量 那么A呢 在这个里头的A 是一个任意的向量 好 那现在我们就把这个 任意的这个存量 F 就当作是 这两个DOT 就是 当作是这个DOT 我们现在 Lin F 它就等于R Prompt RUnivetal F等于这个 我们把这个F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也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 那我们就带到这个式子 跟这个式子里面来 F 所以我们就有 Lin F等于这个以后呢 我们就有这个等式 负的 Cross DAProm 要等于 要等于 这个 要等于 比较 叉开 比较 叉开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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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现在有这个式子了,那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向量,我们说因为, 我们单单看这一项,它是等于DOT, R'cosθ'等于这个,好,这个是对pr'来做,对这个圆区,对圆区的坐标做微分的,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R' partial r' 再加上θ' r'分之1 partial over partial θ' 然后称上一个R'cosθ' 这个DOT这个就是,等于这个,微分在这个上面, 上面,那这个微分,这对R'为分,所以就是cosθ'呢, 我们就写这里好,写得下,就等于R'cosθ' 好,这个是对这个r,对θ'为分,这个r'跟这个r'约掉了, 这个就变成-sinθ'所以它就是-θ' sinθ' 这个正好是什么,这个正好是R'的unifact' 你们,你们回去自己看一看哈,这个是R' 这是R,然后这个就是R'unifact' 然后这个就是R'unifact' 这个是R'那这个呢,就是R'unifact' 跟这个垂直的,因为θ'是这么算的,所以跟这个垂直的,这个垂直的, 是θ' prime,这个画的不好,这个,我把它画过来一点,画这样子一点,OK,R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知道,这个R'unifact'是等于这个向量,要加上这个向量,OK? 这个是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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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R'cosθ, 那θ' prime的sinθ, sinθ' OK? 好,那么,这就是R'unifact' 好,所以我们,呃,现在再把这个,带到这个地方来,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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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等于R嘛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R Univector Cross DA Prim DA Prim 我们就 因为这个是R 这个积分是按照Prim来积分 所以我们可以把 这个拿到外面来 Cross DA Prim 又 因为 这个是负的 Cross DA 用Stock's Theorem Stock's Theorem 它可以等于 这是Cross Cross的也对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就写成 这个上面有 没有写过 R D F Cross D 它可以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 R Univector R dot R Prim dot R Prim Univector R dot DL 等一等哈 我们底下 这个 太啰嗦 太啰嗦了哈 我们看到这里哈 因为这个式子 是等于这个 对不对 这个 是等于 等于这边的 所以这两个 相等哈 所以 所以我们就有这个 这个式子 它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就有 我 提出这个 是不是擦掉了 我看看 有没有擦掉 我就要证明的 因为我要证明的东西 好像擦掉了 擦掉了 没关系 我就写出来哈 等于这个 所以我们就 等于证明出 这个东西来了 复R Cross D A Prim 要等于这个 因为 它等于它 又等于这个 所以它就是 等于 所以我们 就是证明这个哈 起初是有 有这个式子嘛 然后我们才会得 这个 Diple Magnetic Dipo Back to Dipo Moment 好 那现在 这个 这是证明哈 这是证明 这证明你们书上 并没有写出来哈 书上没有写 你说这个 这里 R perm cross 这个 哦 这个是 你说哪一个 D A Prim Prim OK Prim 这个也是 Prim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 立体 看一个立体 我们从这边 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线圈 这么一个线圈 这个很难画 有没有平行 有 这个宽度是W 这个宽度也是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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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这个也是W了 它现在有电流 这个上面有电流 这么流 这样子流 然后流到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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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流到这一边 这样一个 一个线圈 问你 这个线圈 因为一个线圈 它都有这个 magnetic dipole moment 对不对 我们说过 这个是等于什么 N I 乘上 这是面积向量哈 面积向量 你如果单一的面很好做啊 它现在这个面呢 是 这个是垂直的 这个要怎么做 这个要怎么做 求这个dipole moment 啊 求 求 求这个 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 呃 面呢 这两个面哈 把它分成 这样的 两个面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 这个两个面 啊 这个 再加上一个 啊 这样的一个面 加上这个哈 这个电流 按照这个样子 是这样子过来 这个电流呢 哈 是这样子 这都是I 都是I 好 这两个其实就是这条线啊 对不对 就是这一条线呢 电流大小是一样 但是正好 方向要相反 所以 就变成 这个加在一起 就变成这个地方 没有电流了 哈 好 那么 所以呢 你可以把 这个式子哈 这个图画出来 等于 这个图 好 那这个dipole moment呢 它就等于 它就等于 电流 乘三面积 方向是什么方向 方向 方向 我们假如把这个 把它画成 Y Z 那这个就是X X方向 这个什么方向 Y方向嘛 对不对 Y Y Y direction 这个呢 哈 这个是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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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2 它是等于 也是I 乘 W 平方 哈 它的方向 朝哪个方向 电流是这样子 Z的方向 Z的方向 好 所以呢 这个 这个M 就等于 M1 加M2 Vector 好 于是 它就可以等于 I W square 提出来 里头是 Y 加上 Z 加上Z 好 这个是1 大小1 大小1 这也是1 加90度 所以这个 我们就可以 求出来 这个M 这个M 大小 就是等于 根号2 I W square 好 那它的方向呢 一个是Y方向 一个是Z 方向 这两个一样大 所以它就是 这个方向 M方向 它跟这个地方 加45度 跟这个地方 也是 加45度 好 它的方向 好 它的方向 圆着 直线 直线 直线方程是Z等于Y 好 这个方向 这个直线方程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Z等于Y 好 它的 于 Z轴 G G G Y 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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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磁相量位是磁的一个dipo,产生的。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它们有哪一些区别。 磁偶极举,它跟你原点取在哪里没有关系。 因为磁单极,我们以前讲过, 偶极是跟你的位置取在哪里没有关系的。